台風來襲 強風呼呼吹 高雄市三明區大樓外牆廣告 不挑狂甩 警方到場警戒 工人則是用繩子 沿著外牆垂降拆除 就像電影表演特技超驚險 新興區則是狂風吹斷路樹樹枝 從天而降 前方機車驚險閃過 但後方雙載機車 直接被砸中 女乘客 女騎士 連人帶車倒在地上 被樹枝壓住動彈不得 那剛才是誰騎的 你嗎 你啊 救車來了 台南北區民眾就沒這麼幸運 颱風天出遊 發生自撞死亡車禍 上方隊員利用腳盤 破壞轎車車底救出駕駛 當場沒有呼吸心跳 原來他們趁著颱風 去關系平台關浪 回程時失控 打滑壯斷燈桿一死兩傷 臺南呱起十二級 陣風不僅車輛失控 自撞 南區路邊民宅 整面玻璃窗 幾乎全部被吹破 大量碎玻璃 如同天女散花 吊在人行道和大馬路上 我覺得這一次好像是 今年經歷到最強的風勢 嘉義也發生多起路樹被連根拔起 砸到轎車 定線桿也被吹斷 十一級陣風造成六千四百四十三戶停電 台電緊急搶修 小圈颱風威力橫掃南台灣 名字可愛卻是紀念最兇 記者南部綜合報導